政大校門口放學時間 學生戴上口罩走出校門 謹慎防疫 因為政大居然全出 有學生確診 開學不到一個月 政大成為第四所有學生確診的 大專院校 而這次確診的學生 校方證實是一名招喚生 日前從國外返台 入境時就在機場接受篩檢 最後返回住處 實施居家檢疫 並在26號確診 有一位教案人被確診 那他是從國外回來 目前初步了解是 他回國之後就居家檢疫 另外校方也表示 還有兩名學生居家隔離中 一位學生是因為同公寓 不同房的外國室友 24號確診 另外學生則是從國外返台 本來就在居家檢疫 後來因為被通知 同機附近座位旅客確診 兩人目前都是居家隔離 另外26位師生因此停班停課 有一個房間 屬於為美國人4號確診 他曾經在上週五 來需要當過一個同班上課的同學有25 加上一位老師就是26 立刻進行他們進行 就是說自主檢測 就是不到校不確診 入外國人持續返台 大專院校集二連三 傳出學生確診 所幸政大確診學生沒有進到校園 在機場篩檢防線 就被成功擋下 在林尾峰 現在三居台報導